中卫的顾问会长 还多了 老师同学们晚上好 本周的方老师的课 他自己私人有事 所以本周方老师 方老师的课 就是二十分钟 我就用来上一章程了 好的 那我们继续来学习章程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如果委员会 未在允许的时间内 可以召开特别 全体成员大会 当中的第二条 对于第44-31条 提出请求的成员 可以召开一次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如同他们是委员会一样 好的 Folklose 44-3-C The members who made the request may convene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As if Denver the committee 这句话呢 它有一个语法 现在像是虚拟语气 有点难 那我们就 直接来看一下 它的语法结构图 首先它是 Folklose 44-3-C 就是一个壮语 就是一个壮语短语 它来修饰整个主干句的 修饰整个句子 它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对于44第3小条里面的C点来讲 好我们再来看它的 我们再来看它的 句子的 主卫兵 句子的主语是 The members The members 它的卫语是 May convene 可以召开 必语是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好那么它这句话呢 它的主句 主句就是说 主句的意思就是在讲 成员可以召开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他们可以这样去做 然后我们看一下 The members 后面用 Who引导了一个定语成句 来修饰这个Members 对这个Members 进行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Who made the request 那是哪一些人呢 就是 做了请求的那些人 Who 他这个Who 他引导了定语成句 就是这个Who代表什么呢 代表The members The members made the request 这个 这个会员成员 是指那些 做了请求 Made 是表过去式 他本来他的 动词原型是make 但这里呢 这个动作已经在我们 第44条3C里面 已经发生过了 他们已经做过请求了 所以这里是过去式 就这些成员 做了请求的 这些成员 可以召开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好 As if 它是虚拟语气 它也是来修饰 整个句子的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就是意思是什么呢 正如他们是委员会一样 犹如他们是委员会一样 好 这个As if 在我们这句里面 重句 它是用虚拟语气 引导了一个句子 然后它这里呢 它是有一种用法的 如果重句 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 谓语动词用一般过去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句子里面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它的谓语动词 如果正常来讲是 they are they are the committee 就是说事实啊 事实来讲的话 就是they are the committee 但是呢 因为我重句要表达的意思 跟现实是相反的 所以我的谓语动词 就用一般过去式 they were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就如同他们是委员会一样 但其实 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告诉我们 这些成员 他可以这样去做 就像成员一样 就像委员会一样 这样去做 但是事实上 他们并不是委员会 我们现实 与事实相反的 它是与事实相反的 成员就是成员 他不可以代替委员会的 所以呢 这里 这里的 意思大家要体会一下 443 是指哪些成员 OK 这个问题 请大家来回答 44大条 第三小条 是指哪些成员 这个问题 我知道 我知道答案 但是我想请大家来 挨动大脑 来复习一下 回顾一下 第44条 第三小条 那些成员 是哪些成员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4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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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主题确实是committee 指的是committee 会长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好 第44条 第三小条 它确实 它的前提 指的是committee 但是呢 咱们这个45条 它的第一小条 它的 哦 sorry 咱们这个第45条 的第三小条呢 它也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 如果委员会 它不能在允许的时间内 召开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我们再说这种情况 第4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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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大前提 确实是指委员会 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咱们现在在说的 这个前提是 如果委员会 你不能这样做的话 那也要有一个处理办法呀 请问会长 明白了不 我们 首先我们 在学这一点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按照章程来讲 它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 第44条 3C 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 大前提条件 就是委员会 它如果不能 没有在允许的时间内 召开全体 特别成员大会的话 首先针对那个上述 这个是维持原判 然后针对 请求 针对 针对 呃 成员 他要请求的话 他联名上述 请求要召开 特别全体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的话 那如果在委员会 那如果在委员会没有 没有能力 或者是不能召开的条件下 就是没有时间吧 条件不具足的时候 你不能召开 不能召开的时候 这个 这些委员会 他就 这些成员 就做 做请求的这些成员 他就可以 may convene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他这里是may convene 他是可以这样去做 那他可以这样去做 他也可以选择 不这样去做 他这里并没有用must 他用的是may 就是告诉你可以这样去做 章程里面没有说 主持人和记录的事情 所以我也没法回答 因为他这里面还用了一个虚拟语气 as if there are the committee 本来正常的这个会议 需要 需要我们的committee来召开的 但是这里的条件就是 as if虚拟语气 如同他们像委员会一样 他们可以这样去做啊 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 条件拒绝的话 他们可以这样去做 如同他们是委员会一样 如果没有这个会议如何算数呢 您是说 会长您可以上麦来说一下吗 哈喽 老师好 哈喽 会长您好 现在的疑问就是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 就是比如说 我们有二三十个人 提出要开这个会 但是委员会没有开 那么我们呢 就自己开会去了 开完会以后 没有法定主持人 也没有会议记录 那他们开这个会有什么意义呢 嗯 因为商城里面 他现在是 怎么讲呢 就是委员会 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 你肯定是要去开的嘛 肯定要开 如果是 如果委员会条件不具足的话 你 你如果真的有成员 要这样去做的话 我觉得 那这个我们内部应该要 应该要自立一个规则出来 因为他这个 那他开了以后 又没法定主持人 又没有记录 他开这个会有什么意义 as if there are the committee 政府承认不承认 承认倒是会承认 因为这里有这一条 一定是承认的 也没有记录 也没有主持人 那怎么成立 你看看那个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内部 这个我们自己内部 要去做 做一个制度出来 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一条 如果委员会 真的是没办法召开 但是那个事情 又有成员联名上书 然后他们的人数 又达到了一半 然后又签字了 条件都满足了 然后他们自己开会 自己开会的话 这种情况怎么办 因为您看一下 后面还有啊 说了第四条 如果根据第三b 就是我们刚才 在探讨的这一条 如果根据这个条款 召开了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那么协会必须支付 召集和举行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的 任何合理费用 如果协会支付这笔钱的话 那必须有委员会 两名成员签字 他没有签字 这个费用也是支付出来的 那么台务 他也是委员会成员 他也没有去开这个会 那怎么开这个会 这都没有通过委员会的人 怎么开这个会 所以就像政务师问的那样 那不就乱套了吗 但是按照章程来 是可以这样去做的 就是那些联名签署的一些成员 他们可以这样去做 而且他们这样去做了以后 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样开会 所以我还不太明白 而且他们这样做了 我们还要再制定另外一个规则吗 我觉得我们要制定一下一个内部规则 假如说有这一条条件 就是将头有这一条 那还要去这个规则吗 如果万一有这个情况发生了 就要按照我们自己协会 这间的内部规则来走 应该怎么样去做 所以到现在这两条还不能制定 因为没有内部规则 对对对没错 因为毕竟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章程模板 它适用于所有的 澳洲所有的一些协会 它肯定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但是如果万一 正常来讲 我们协会的一些会议 很多会议 就是我们管理委员会会有 会知情的会知详的 那麻烦你记录一下 下一次委员会还要讨论这个事情 好的 就万一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有漏洞啊 然后我们委员会 就是没办法去 要制定一个内部规则 那你记录一下 然后我下一次会讨论 好的好的 我们中午还有没明白的 我放卖了 好的 中午师傅Grace 您方便上卖不 就是这里说什么我不懂 这里说什么 就是第44条第三C 您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内容吗 您看一下公屏 公屏上 觉醒师兄它有贴出来 不过贴的是中文 好我们来看英文吧 44条3和C 44条是召开全体成员大会 然后它第三小条的C点 讲的是委员会 必须再收到请求 根据第45条第一小条 提出的请求后30天内 为该请求中规定的目的召开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那我们看一下第45条 第一小条讲的是什么 第45条第一小条 它讲的是说 构成全体成员大会 法定人数的半数成员 可以为召开 可以为了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请求 那这个也就是说 委员会必须再收到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书面请求 收到那些成员的书面请求 之后的30天之内 要为该请求中规定的目的 召开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这个请问您懂吗 可以明白吗 可以不 因为它里面设计的条数很多 我这么直白来讲吧 就是第45条 第三小条 第四一点就是说 委员会要收到 半数 要收到构成 召开全体成员大会 法定人数半数的成员 收到他们的书面通知以后 要在30天之内 要开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然后开特别全体成员大会的 目的呢 还是要去为了去解决 他们在那个书面请求当中 规定的一些事情 可以明白不 这里明白了 然后呢 好 然后 这个是说 对 这个是说委员会 我收到了你联名上书 我30天之内 我一定要召开这个会议 对吧 这个明白了 好 那我们再来 那我们再来看 第45条 那我们想了 就是委员会 他要召开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这里你记住 明白了 30天之内 委员会要召开 全体成员大会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然后后面的是那个 后面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学的是 第45点 我们说的是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对吧 45点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然后我们现在学的是 第三点 第三点它的前提条件 就是说如果委员会 不能在允许的时间内 召开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嗯 好 就是30天之内的那个刚才 对 刚才我们说那个 你收到的书名请求 你必须要在30天之内 召开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对吧 OK 这是一种情况 如果你委员会 在30天之内 你召开不了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那怎么办呢 嗯 好 那我们就是今天 我们学的这个内容 耶 这个443C 就是针对这条来讲的 如果你在30天之内 你没办法 你条件不具足 你召开不了 这个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那他这里就说怎么办呢 他就说提出请求的这些成员 他们可以召开 自己召开一次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如同他们是委员会一样 如同就是说 相当于这是假设的情况 其实事实他们并不是委员会 对不对 嗯 这是一个虚拟语气 这是一个虚拟语气 因为照道理来讲 这个会必须是委员会 在收到书面通知 30天之内我要召开的 但是委员会 可能有什么问题 就是抽不开三拉 条件不具足 没办法召开 超过了30天 但是你这些联名上书的 这些成员 你提出来的问题 又要解决啊 嗯 对吧 所以他们就是针对这一条 他就提出了 他就说你自己请求 你自己书面请求的这些人员 你们可以自己召开一次全体成员大会 就像你们是委员会一样 明白了不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对的 所以这个 这里是内容是懂了 但是这个 这个刚才师傅说的那个 如果是这样 不就乱套了 那这个问题 整个来说 就是内容 我明白了 明白是什么样的顺序了 好 谢谢老师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那对 刚才就是会长提出的那个问题 就特别好 因为按道理来讲 是委员会 要在30天之内去召开的 但是如果委员会 没办法去召开的话 那万一万一万一 这退一万步来讲 如果委员会没办法召开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你这些请求的会员 因为章程有这样的规定啊 那么如果超过了时间 那这些 这些成员 他们也熟至章程的话 那他就可以自己 去召开一次特别权力成员大会 就像他们是委员会一样 如果万一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像我们会长刚才说的 如果他们真的是像 来召开了这个会议啊 那谁是主持人 然后秘书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们里面决议的东西 会不会被政府去承认的 或怎样的 这个有一些细节啊 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然后还有就是像 刚才会长说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涉及了很多细则 也就是说 你委员会 他不能在30天之内召开 这个特别权力成员大会 那么你这些请求的成员 你在召开这个特别权力成员大会之前 你要不要告诉委员会呢 如果真的万一委员会没有召开的话 我们要制作规则的话 就是是不是要去提一点 就是这些成员 你请求的这些成员 你要开这个会 你要先知会委员会 你不知会委员会 你就这样去开了 然后呢 你后面的费用怎么办 你这里 等一下协会还要去为你这些人召开 费用要付不潜的 等一下你这些费用不合理啊 或者是你乱要价 或者是 或者你计划不合理 然后造成什么资源浪费啊 钱财浪费 那这个委员会怎么办 对的 这里确实是虚拟语气 就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怎么办 对啊 就像会长说的 如果是按时召开会 是不会乱的 但是万一有这种情况怎么办 那会长我们 那我们这个还要不要去 在下一次的会议讨论一下 这一点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做到准时的话 我们不超时 我们不脱过 我们在三十天之内去召开 那就对 那这个问题 对于咱们协会来讲 就不存在了 嗯 好的好的 行 好的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 我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对的 只要准时开会就可以了 这里没有讲到委员会 不按时召开 我们首先呢 在学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是 就是说如果委员会没有在允许的时间内召开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这个前提大家要记得 这个是说如果委员会 没办法在允许时间内召开 这个是大的前提 如果就像我们会长说的 我们就按时去召开了 那就不存在 我们就不用去 对我们就不用去执行这一条的规则啊 如果如果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上述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是在我们第四条里面提到的这些 什么上述啊 这些问题 我们委员会都能够按时的去及时的把它处理好 那么就不存在 不存在我们这里的这些问题 按时召开 请求人员跟委员会员一样 我感受就是不要有缘故出现 就我们尽量 我们在协会里面做事 尽量去做到 按时去做事 按规则做事 按时做事 不要超出这个时间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像这种像刚才会长提出的那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这样去做的话 那么后面会衍生出来很多问题 就是我们内部又要定一些细则规则出来 这个就又变得复杂 好的 好 惭愧惭愧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我们相当于 对 所以开会 开会确实要准时 就像我们交那个会费一样 我们会费没有准时 交你就自动的 就是会员资格就没有了 那他这里的话 他的规则就是 开这些会 处理这些事情 他有给你时间 你只要在 规定的时间内 把它处理好了就行 如果没有 按照规定去做事的话 后面会衍生很多麻烦事情 确实 等一下 我们自己又没有 自己内部的规则 等一下万一 没有做好 真的吃不了兜子走 OK 好的 那这一条我们就 就是这样子来理解了 特别这里呢 它有个虚拟语气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就像 就像他们是委员会一样 其实就是一个虚拟语气 跟现在事实是相反的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委员会 这些请求的成员 他们不是委员会 好的 那我们来 跟读一下这句话 A for clause 44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B The appeal against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is upheld For clause 44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C The members who make the request may convene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For clause 44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C The members who make the request may convene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For clause 44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C The members who make the request may convene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For clause 44 or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C The members who make the request may convene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非常惭愧 谢谢会长 谢谢会长 您提出了问题 因为发人深思 正好是让我们 把它全部的理一遍 理清楚 让我们 就知道怎么做事了 好 现在有请 大家来模仿一下 这一句话 好 这句话呢 它的主语部分是 The members may conven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这里的who 是一个定语重句 这里的who 是一个定语重句 然后这里的as if 是一个虚拟语气 as if引导了一个虚拟语气 那么这句话 就是这样子 相当于有 一 二 三 四 四个部分 好 好 有请大家 好 首先有请Giford Derry Good evening Giford 好 我来试一下 这个语法 你应该讲了 我就知道了 这个语法 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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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语法 你应该知道 哦 你应该讲了 我就知道了 这个语法 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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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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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老师让我放 好 我先为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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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for close 44, in practice 3, in practice C, the members who made the request may convene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哇, amazing, excellent, you are so great. 太讚了。 好,下面有请小橘就杨福霞,杨福霞师兄和小橘师兄,好,有请。 嗨, good evening. 王老师,你好。 你好,坎贵,您好。 您帮我播放一遍吗? 好的。 for clause 44, in bracket 3, in bracket C, the members who made the request may convene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Okay, thank you. wow, thank you so much, you did it so well, 好厉害哦,这个杨福霞,杨福霞师兄,太厉害了, you are so great, wonderful. 好,谢谢老师的鼓励,我来试读。 是,感恩老师。 小橘师兄,好厉害。 好,下面有请艾琳,艾琳师兄。 好,下面有请艾琳,艾琳师兄。 晚上好,Dizzy老师。 B, for clause 44, in bracket 3, in bracket C, the members who made the request may convene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as if they were the committee. Wow, terrific, wonderful. 太棒了,好溜啊,您读的。 好,下面有请艾琳师兄。 好,下面有请艾琳师兄。 这句话就是对于根据第四十四条,第三小条的设计。 C,提出请求的这些会员们可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特别什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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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会议。 特别。 你这个特别会议是什么特别会议。 那我特别会议,我还有委员会特别会议。 谢谢老师。 厉害哦。 感恩老师,老师的慈悲,一遍一遍耐心细致的教导。 我也是非常感恩大家,因为我们都是同学,然后我也很感恩大家给机会让我跟大家一起学。 把张成学得细致一点,学得透一点。 好,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好。 OK。 好,那这一条,那我们就暂时学到这儿了。 我们要继续往下来了。 我们要继续往下来。 好。 首先呢,我们在学习第四条的时候, 我还是想问一下, 里面有一些生单词的意思。 OK。 首先是subclose, subclose是什么意思。 还记得吗? 纸条款, right。 学霸, 学霸是记得的。 那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同学还记得吗? subclose, 它是纸条款的意思哦。 好,那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单词, resonable。 reasonable。 reasonable是什么意思。 合理。 合理的。 对,它是形容词, 合理的。 好, next one. expenses。 expenses。 什么意思? expenses。 艾琳说支付,支付是个动词。 这个expenses是名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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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备用, 发销的意思。 备用。 OK, 好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生死本, 再来回顾一下。 Decision, Up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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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held。 好, 这里。 reasonable。 reasonable。 它是个形容词, 合理的。 expenses。 expense。 expense。 expense是原型, 就是它名词的原型。 然后我们这里是复数。 因为我们这里的花销肯定是很多种, 它不是一种, 所以它用了复数。 expenses。 好。 OK, 好, 那我们就先复习到这两个单词。 因为这个句子嘛, 就涉及到这两个单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看下这句话, 它在讲什么呢? 它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它跟我们上学的上一条呢, 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上一条说, 那些签名的一些成员呢, 他们可以像委员会一样去召开一个特别的全体成员大会。 好, 我们来看。 如果他们这样做了, 那会是怎样? 好, 如果他们这样去做了, 会是怎样呢? 那这里是说, 如果根据第, 刚才我们学的第三条, 第B款的, 这个条款呢, 我们去, 这些成员, 根据这一条, 其实说白了, 就是说那些提出请求, 提出书面请求, 并且签字了的那些成员呢, 他们要召开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么协会就必须支付召集和举行特别全体成员大会的任何合理的费用。 我们这里要看到一个合理的费用。 合理的。 OK, 一定要强调合理。 万一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呢? 那, 很多东西, 他们应该是要先去,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万一发生了, 像这些, 呃, 会员的话, 他们应该要知会委员会, 然后还要知会协会, 然后还要去, 去做一个预算, 肯定他们做这些, 如果要去做这样的动作的话, 要去做预算, 要去做plan, 要做计划, 然后做计划的话, 它里面要开会, 然后要涉及到多少预算呢? 这些应该都要先向协会申请的, 我觉得应该是先批了以后, 然后才可以这样去做的。 不然的话, 没有批准他们这样也, 应该也是不行的吧, 因为按照实际, 按照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实际, 应该也是要这样去做。 所以它这里特别提出来, 是任何合理的费用, 合理的费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的预算结构。 首先, 它if引导了一个条件状语重据,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under subclause 3b, 好, 这句话就是说, 如果特别全体成员大会被召开, 就根据第三小条的b小条被召开的话, 如果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根据第三小条纸条款, 第三小条的b点, 被举行的话, 被举行的话。 那, 我看一下, 那么这个, 我们的主句是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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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under subcloth 3b 那这里应该是我复制的时候多了一点 他把它伸掉 没有这个类似 那么他的总句就是de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 对 那么后面主句的主语是deassociation 就是协会 Must meet 必须要满足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协会必须要满足任何合理的费用 那么是什么样的合理的费用呢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of 我们知道它是修饰的expenses expenses expenses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费用 是convening 因为of它是一个借词 然后它后面必须接名词性的编语 或者是说一个名词性的词组 那我们这里接的是名词性的一个词组 算是词组吧 因为这里的convening我们知道是动词 那在这个of后面 它要必须要变形 它动词的话 我们知道它经常做卫语 但是它因为在of后面 它变成非卫语形式 所以它这里就加了ing and hold hold我们知道它也是动词 hold 然后也是从里 它在of后面 那它这里的话 也是要变成非卫语动词 holding 名词化了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那么这个费用呢 是关于什么 关于召集和举行 这个特别全体成员大会的 任何合理费用 好 这个就是这一句话领动 语法结构图 我们看一下 它eve引导的条件专语程序 足语位语在这 然后它是后字 其实这个也不算是 可以说是后字定语 但是 我感觉也可以说它是状语 状语 状语 也行 状语来修饰这个 conven 修饰位语 就是要根据 根据纸条款3b来 召开的 这个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这个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如果这个发生了 那么协会呢 就要去 就要去付任何合理的费用 就要去满足这个任何合理的费用 是什么样的费用呢 是召开 召集和 召集和 召开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的 合理费用 好的 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这样子 这句有点长 我们来先听一下 奥特老师的 怎么读的 4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under some clause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B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好 这句话 大家整体 就把它一整句话 模仿下来 有问题吗 联读下来 有问题吗 大家想分开 分开重句 做一句 来模仿 还是 还是整体一起 没有问题是吧 好的 那整体 那我们直接这样听 4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under some clause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B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OK 这里我听到澳洲老师 这里呢 他首先读 must meet 他把这个t完全 没读出来 就是must meet must meet 这个很好读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然后expenses 这里呢 他又停顿了一下 他又停顿了一下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对 因为这里的 这里的单词比较长 所以他也停顿了一下 他这里停顿了一下 我觉得停顿一下挺好的 停顿一下 大家更好读 大家可以再听一下 4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under clause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B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You are right 如果这样读的话 就比较容易一点 相当于我们把整个句子呢 分成了三个部分 首先他if引导的 if引导的条件装语 他作为一个整体 因为比较简单 然后主居的话 主居的话 他其实主居的逐地部分 他也是 做了一个整体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其实这就是 主居的主干部分 就是协会 必须要满足 任何合理的费用 然后是什么样子呢 off off 这个借词 借词加一个名词性的短缘 然后这么长嘛 所以他就把它隔开了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我们再来听一遍 然后请大家上来模仿 4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under 6 clause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B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OK Now is your time 好 我换一下这句话 可以的话 也请大家自己来 用自己的语言 你对他的理解 你来描述一下这句话 他的讲声 好 OK 有请 Joy Hello Good evening Hi Good evening Joy 有请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on the subclause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B the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n brackets 3 you are amazing yeah you're so great Joy OK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upport and wonderful reading 好 下面有请 A-ling Dizze 老师 Hello Fur Fur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under subclause in bracket 3 in bracket B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yeah wonderful wonderful Excellent 好厉害 好流略的 你知道这句话 什么意思吗 如果全体会员大会 根据第三B小条召开 就是 the association 必须支付 必须支付 这个召开 这个全体会员大会 合理的费用 meet the expenses meet the expenses 是不是支付费用 meet 支付费费用 是 好像有这种说法 我记得是有这种说法 我看一下 我想查一下 是不是 如果大家有查到的话 看一下能不能 找出来 meet the expenses of 提供 提供 我找到了 meet the expenses of 提供这样的费用 这是一个短语 meet expense of 发到群里 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 好 就必须要支付 这样的费用 meet expense of 是 meet the expense of 是提供 提供 提供费用 好的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Ellen 好 下面是 文书师兄 老师好 我来试着读一下 好 4 如果 a special general meet is convened and subclosed in practice 3 in practice b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of convening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s yeah wonderful 你这个地方 终于改过来了 must meet 不要 must meet 重复了一点 must meet 太难读了 对 那太难读了 must meet 太难读了 must meet 哎呀 就是好 好了 这句话 什么意思 如果根据就是本条第三小条的b召开了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这里其实是这样子是一个如果根据本本大条的第三小条的b点一个特别全体成员大会被召开 被召开 如果召开了一个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根据本条第三小条的b款被召开 被召开这一次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那么委员会必须支付或者是提供任何 必须提供召开这个全体成员大会任何合理的费用 这个费用 对对对没错 这里是 对如果您想说了跟说一点的话就是 如果特别全体成员大会根据第三小条b点被召开 那协会的话就必须支付必须提供召集和举行特别全体成员大会的任何合理的费用 对我一般我要是我说我就这样子说 这样说好啊这样说好啊 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这个中文这个这样说比较顺 对啊就是这样子比较顺了 就是因为现在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去理解理解它的意思 就你能把它的意思表达出来你就掌握它 反正我大概意思是知道 就是按照那个中文的比较规范的翻译 怎么翻译我我是不太会 yeah got you got you got it got it ok明白你了 谢谢谢谢我们说师兄 谢谢老师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Grace 谢谢大家 好我来放两遍 4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under subclause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b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4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under subclause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b 4 if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for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4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under subclause in brackets 3 in brackets b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reasonable expenses for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yes wow excellent yes我说一下他的中文意思 好如果一个特别全体成员大会根据 对这个三个小条 这里的条款 被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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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被召唤 对对 一个特别全体成员大会被召唤 yes 然后 然后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就是 为 协会们 协会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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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meet 就是支付 任何 任何合理的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就是 召唤 的 和 召唤 的 对吗 对 是的 任何一个 就是 关于这个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就是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的 任何一个合理的 支付 对 这要支付 支付任何 支付 支付召开 支付召集和召开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的 任何合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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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因为 因为 你用 外语来学外语啊 你太赞了 谢谢 全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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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Grace 好 下面有请 是 上师傅 嗨 上师傅 电流声 上师傅 电流声 嗨 老师 嗨 有请 是 if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is combined and subclause in bracket 3 in bracket B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Thank you Wow Thank you so much So enjoyable And so elegant 这好优雅呀 然后 就是很有节奏感 听起来真的是太享受了 上师傅 You are amazing 太厉害了 是 谢谢老师 你每次都这么鼓励我 谢谢 谢谢 好厉害 很有节奏感 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那种 人家说老外老外 就是 很有节奏感 那外国人就是这样子 特别有节奏感的去 去来表达自己 来说 来说话的 您真的太厉害了 这块 您太有天赋了 我只有无尽的随习赞叹 然后 然后 读得又很有激情吗 太厉害 You read it with passion 你是带有激情的来读这句话 好的 Thank you so much 好 那 那 时间不多了 那 好 下面还是有请 Gifo来 Gifo上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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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因为现在时间到了 所以后面的 后面的三位师兄 然后那就麻烦大家 到那个伊丽老师的课程上去读 好吗 sorry sorry 今天时间没有把控好 所以就 sorry 那就有请大家到伊丽老师那里去 再来去模范一下 读一下这句话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上到这 今天对 今天问题是多 但是好在我们都把它理顺了 然后大家都明白了 这个就是最好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慈悲暴容 还有接受 和聆听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